众所周知,在奥特系列中有这么一位奥特战士 他的首次登场是在高斯奥特曼的剧场版中 同时也是雷杰多的另一位融合素材 他就是有着正义姐之名的杰斯提斯奥特曼 杰斯提斯的设计沿用了赛文21的半身花纹 因为其名字是由英文正义音译而来的 所以被观众亲切地称为正义姐 不过对杰斯提斯性别的判断至今仍存在多方看法 有人认为杰斯提斯是女性 毕竟他所幻化的人间体就是女性 但这种人类性别等于奥特曼性别的看法 属实有些难以服众 相信如果这几位听到后估计要拔刀了 也有小伙伴认为杰斯提斯是男性的存在 因为从皮套设计到各种肌肉线条的造型来看 杰斯提斯确实有着一股男性奥特战士的魅力 最后一个那便是超越性别的存在 因为杰斯提斯是宇宙的产物 宇宙万物之间确实有的生物 不能通过人类的性别对其进行定义 虽然官方给予的是超越性别的正义观 不过官方的设定懂得都懂 杰斯提斯在化身人类状态下的名字叫做藤原树里 而他的变身装备就是胸口的正义之语 每当战斗之时 树里就会将其放在心脏的位置完成变身 因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所以杰斯提斯每次代表的正义立场都不一样 初次登场的他就将高斯拯救于危难之中 在圣德罗斯降临地球之时 高斯与五脏竭尽全力与对方战斗 奈何对手实力强劲 二人无法将其击败 危险之际 杰斯提斯降临地球 在给高斯补充能量后 便与其一同联手对圣德罗斯发起了进攻 因为作为一名正义的巨人 他不允许任何危害宇宙的敌人存在 在之后的最终决战中 杰斯提斯再次来到了地球 不过这次他的出现是为了消灭人类的存在 因为在同维持宇宙秩序的德拉西翁的预测下 2000年后地球将会成为一颗危害宇宙的星球 为了防止事件的发生 他与众多宇宙人组成了军团想要重置地球 不过好在人类的行为打动了这位正义使者 当杰斯提斯以人类的姿态在地球活动时 他发现了人类身上的可能性 被人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精神感化 最后他选择再次帮助人类 和高斯携手一同对抗宇宙人军团 在地球即将毁灭的千军一发之际 他与高斯和尔维一变成了雷杰多奥特曼 两人协力化解了地球危机 在最近的银河格斗中 更是一个勇猛战力的存在 在察觉到时空混乱后 他发现了幕后主使小金人 为了阻止小金人的阴谋 在第三季中正义姐更是与富奥联盟 前往了王国内部 尽管这次没有高斯的帮助 杰斯提斯也可以和杰诺一起牵制塔尔塔洛斯 小金人见况还嘲讽杰斯提斯 虽然一人不能变身雷杰多 不过我们正义姐的两种形态也不是吃素的 首先便是基础形态 该形态的战力相当于高斯的日式模式 擅长各种近身肉搏 属于力量型的战士 而另外一种粉碎模式更是不容小视 各方面的数值都要远超基础形态 该形态下的战力也和高斯未来模式不相上下 杰斯提斯作为近两年逐渐活跃的奥特战士 期待着接下来他对宇宙正义的贯彻与行动